保护金正恩还是防潮生变,中共17万重兵边境演练,美国国防部最新报告,中趁中共正在加强北方战区17万兵力的演习训练,可能在朝鲜半岛紧急情况时军事,介入朝鲜地区,但是否为了保护金正恩还是未知数? 据美国之音VOA18日报道,趁美国国防部16日,再提交给国会的关于中共军事动向的2018年例行报告,中评估趁中共可能在朝鲜半岛紧急情况,时军事介入朝鲜地区,最近中共正在加强北方战区17万兵力的演习训练,美国国防部在报告中中国对朝鲜的接近一张,中评价在朝鲜半岛紧急情况时, 中共领导层可能向中共军队下达指示的作战范围很多样化,从阻止难民流入到对朝军事介入都有同时,中共根据1961年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及互助条约,可以越过朝鲜边境 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共是否有意愿,为了保护金正恩而介入朝鲜上不明确,美国国防部表示,负责朝鲜半岛的中共北部战区的17万兵力,两处空军基地和两个海军航空师团等已经部署到位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,最近,正在加强夜间演习,和横跨中国渤海湾的移动训练 据路透社三月份的报道,中共长期以来,在中朝边境驻扎军队和警察,中朝边境上有两条河流,一到冬天就会结冰使得朝鲜人,很容易越境进入中国这,令中共紧张报道说,尽管三月下旬金正恩访问了北京跟习近平会晤,但是边境居民说,在过去六个月中共加强了边境的军队,巡逻韩国等媒体说, 中共一直在加强边境防御一些报道说,中共增派了三十万军队,有两个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,中共驻边境军队可能扩增到二十万,或三十万人,去年八月这个数字只有十万一年中共市边十一月份披露我们在这里,中朝边境驻扎了秘密军队,一份CIA解密文件,说中共自一九六九年,开始在中朝边境修建 报道引述两名外交官的消息来源,说中共已经制定广泛计划,应对朝鲜可能爆发的战争,可能将采取某些方式,干预去年末一份中共国企的文件泄露到网上,其涉及中共在中朝边境修建难民营的计划。 许多当地人说,他们没有看到修建难民营的迹象政府,的重点,是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,如果朝鲜崩溃数百万人涌入中国中共,可以把废弃房屋改造成临时居所。 大陆学者说中共将朝鲜人涌入,视为军事威胁,而不是人道主义灾难。